风险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我们香港人一定要有一个大局观 香港必须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大家好这个机遇 但是要保持一个危机的意识 千亭不要以为现在没事了 其实不是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明白到 我们香港在地缘政治当中的板块 我们的位置 我们有什么危机可以好好把握 我们就可以让长避短 大家好 乌克兰战争继续打 短暂时间都不会停 谈了几次都是一个谈字 远远未达到和平的协议 不过大家就会问 乌克兰战争虽然很惨烈死伤无数 跟我们香港有什么关系 十万八千里 Who care 乌克兰 其实不是的 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压 美国现在怎么说呢 我现在制裁俄罗斯 如果你中国和他加强合作 甚至支持他 有军火有什么物资的话 我有可能制裁你 美国脅迫北约都挺恶的 而且美国在这段期间来说 大家不要忘记 有一件事叫做印太战 又叫做东方版的北约 大家看过我的节目都知道 美国一向在这方面的力度都是很大 所以大家就会问 那又怎样呢 那又对香港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香港金融中心不怕 其实就不是的 如果美国是要制裁 甚至是会对中国 采取一些手段的话 我们香港作为中国 南方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引擎 香港作为中国 一国两制之下的金融中心 必定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要有一种危机的意识 当然有危就有机 那先说一下危在哪里 危就很明显的 举几个例子 美国就已经说了俄乌战争 中国一定不可以支持俄罗斯 所以很多资金就在俄国撤出之外 也都在中国撤出 甚至香港也都有些资金撤出 大家都记得3月7日恒生指数 这个股市就暴跌一千点 刚刚什么都不知道 大家还记得 刚刚的事而已 不是很久 这种过山车息股市的危机 还有机会出现 你不要以为是没有机会的 另外美国商务官员来说 最近已经和中国说了 如果中国出口俄国一些产品 它的成分 美国的元素佔了25个百分点的话 你要得到我的批准 如果不是的话 你有可能被制裁的 大家记得孟晚舟 这个华为那件事 嗨一点点 美国都会说 我制裁你 我扣留你 这种恶事腾腾式的做法来说 美国已经警告中国了 所以这些事都是客观存在的 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 戴琪Catherine Tai这位女士 最近也说了 我们进口中国三千到四千亿的商品 就算加关税 对中国影响也有一定 不过不够 我们要继续对中国施压 我们要考虑增强我们的竞争力 不要让中国那么恶 这种继续在贸易上 对中国施压也步步进逼 我们香港很多转口贸易 大家都有印象 很多港商都被迫 在特朗普的时候 然后将生产线移到越南 泰国这些地方 就这样避一避 这种压力并没有过去 最重要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美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 刚才我们提过 印太版的东方北约 美国 英国 日本 澳洲 加上印度向中国施压 美国的军舰频频进入南海 根据北京大学 海洋战略中心一个研究 在俄乌战争的前后一路到今天 美国的军事活动在南海的进行 不单止没有减少 还不断地增加 这种后果来说很有趣 这个研究就是说 由于频密的进入南海 美国的军队来说 也会很紧张 也会感到很疲劳 有机会产生一些危险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有架核子潜艇 到了南海 撞到一个不明物体 很轰动 有人说会不会核辐射漏呢 结果 南长副南长和水手掌 三个最高官员炒了油 这件事的调查报告 还未完全出色 还有大家记不记得 航空母舰上升过 有架F-35战机 美国最擅长的飞机 跌进去下面 都是在南海 所以说这个研究报告 北京海洋战略中心就说 如果是这样的状况 美军和中国的军方 在南海的对峙来说 有可能会有机会擦枪走火 因为这种疲劳 令到美军有紧张的情况之下 是比较危险的 南海就在我们香港附近 不是很远的 就是这个军事风险在增加 最重要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想金融财经界都知道的了 就是中国概念股 美国准备除牌 选择我们中国和香港 五只股份 财经界各个都知道的了 为什么要除牌呢 它就是要向中国施压 你想在美国集资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也知道你想怎样 这五只股份来说 是很有趣的 就是我们十性规划之下 这种是高科技的商品 这种东西美国就很有针对性 对于你这些生物科技 这些半导体就给你压力 所以这种这样的除牌来说 就令到很多美国投资者 就不敢投资中国概念股 就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壮大 所有这些是否很危呢 所以香港是要有风险意识 不过有危就有机 那机在哪里呢 这个中国概念股既然在美国不行了 就回到香港 这个亚洲最主要的金融中心 和伦敦纽约三头马车并行 就回到香港了 所以香港的业界估计 中国概念股在今年之内回归香港 我们香港的IPO这个集资可以高达三千亿 有危到有机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遇 还有人民币 大家都记得俄国的路报 被美国最初一打就一沉了 沉到被人踩得很厉害 但现在路报又升了 所以人民币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了 沙地阿拉伯和中国 我买石油给你用人民币结算 不用美元 所以人民币就会逐步壮大 人民币要加速走出去 这个国际负费基金会 IMF都看好人民币 很多国家都开始增加人民币的储备 我们香港作为世界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 当然得益 所以金融界对于人民币的业务是看好的 你们是不是也有人民币的定期存款 香港是不少的 所以人民币的加速对我们国家 对香港绝对是一件好事 危中有机的就是香港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大家记得十四五规划 增加了香港四个重要的中心 中央希望香港发挥 提升国际航空枢楼中心 建构国际创科中心 这个很厉害 这些创科中心在香港科学园 数码港的带动之下 加上大湾区 香港是一定可以吸引到很多高科技的人才 还有亚洲区域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我们香港在知识产权这方面 在整个亚太地区是先进的 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 我们有不少法律的人才 在这方面这个产权交易其实是很好的 最后我想文化艺术界最开心 就是香港要打造成为 这个是文学艺术文化艺术的交流中心 所以政府也会有一个 文化艺术体育旅游的一个局在重组 所以这些都是香港的机遇 所以我们香港要在这方面来说 是要做好机会是在的 中央也希望香港作为一个引擎可以带动大湾区 和澳门九个城市走出去 最重要大家如果有看我的节目记不记得 这个ROZ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这个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 在今年一月就已经通过了 整个亚太地区来说 大家都希望可以分一杯羹 零关税进出 这一点就促进全球化的贸易是一个很大的引擎 所以我们香港只要加快和东盟这个谈判 我们一定可以成为新的一个成员 和中国一起合作 将大湾区走出去 和东盟这十亿人口大家合作 东盟的六亿七千万 加上我们中国华南这几亿人口 这里是说十亿人口或者以上 一个很大的市场 所以乌克兰战争和世界逆潮流的保护主义 是有危但危中有机 我们香港应该把握这个机遇走出去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的结论就是 风险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我们香港人一定要有一个大局观 全局观 香港必须要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把握好这个机遇 但是要保持一个危机的意识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没事了 其实不是的 所以我们如果是能够明白到 我们香港在地缘政治当中的板块 因为我们的围市 我们有什么危机可以好好把握 我们可以让长避短 吹吉避凶 但最重要是积极进取 在后面我们都会再加以分析 对香港还有什么危机 其中有一件事我之前都会说的 就是台海的危机 因为很多人说今天乌克兰明天就是台湾 真还是假 甚至有些人说2024或者之前就会开战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我这个国际形势分析 这个是大肆拼图的节目 一定要看 给like订阅埋进 肯有你的好处